各位觀眾 鏡頭一轉 由我看完醫生之後 既然是這樣 我就走過旁邊 再看一次這個鐘數 已經是12點15分 去食物店那裏有些甚麼吃 看來看去真是搞不定 我以為遲些會有一些新的店鋪開門 因為他們剛才沒有開 急而來真的沒有事要搞 結果我走走走走回醫生這邊 到最後那裏就看到牛家莊 牛家莊那時大概二十多年前 就在Sherberd那裏 不是Sherberd 那條是Sherberd 在那裏幫襯過 現在搬來新店之後 其實就未幫襯過 中午時段都是靜 好不就腳 這些是套到卡位 有一台客人 我就是第二台 今天這個鐘數其實就是 十二點多鐘都是吃飯的時候 人都是不多 旁邊那裏做一些裝修工程 可能來不來會聽到電鋸聲 到時才算 我進來的時候很簡單 餐餐紙是你自己寫的 我不寫了 免得浪費一張紙 你直接給我下小籠包和紅色牛肉麵 就是這兩樣東西 這個位置其實挺格攝的 入到最後 無論你在哪裏拍了車的話 如果你在近這邊門口 他沒有開這個閘 這邊門口就有個大吊線 那邊 這邊是向北門 但現在好像是北門不能進 我剛才是南門進來 看回每個情景 時間不同 但現在都是南門的最經常 而就在那裡 直至到現在去看醫生 去到現在就吃飯了才退 這些老字號其實在Shepard那裏很多年 可能人口不宜 老闆打算搬來這裏 但這裏的選擇有點困難 因為始終在商場裏面 受到商場營運的時間性管制 就好像上次封城 都因為商場裏面又多了很多手續 再看一會 進去的時候 我選了這張桌子 放下茶 有負責人說說話 舊舖我也有光顧過 這裏好像靜一些 或者聊一些閒聊的事情 其實他都很害羞 或者不想說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又沒見過我 我又沒見過你 作為一個生客來說 他進來的時候 跟漏理說話 其實你應該跟他溝通多些 不說他怎會變熟客呢 一路還是用一個冷漠些 怕醜的態度的話 那就沒有溝通 沒有溝通 純粹是因為 你抵食不抵食 好吃不好吃 而回來 沒有了那種人情味 紅燒牛油麵 我剛才看到好像是十一個多 又不是鬼 先看看牛肉 牛肉是比較薄 薄些 這個比較薄些 上次魯理那些是厚身的 好了 份量看了 牛肉就少過魯理 少過 對 價錢又便宜些 還有這裏 魯理那邊可能租金會便宜些 我覺得 即是舊些的商場 又是Pasar 這裏 在太古裏面 管理費會高些 成本來 全部都是成本來 麵好像軟了些 沒有啞口 兩種不同的湯底 跟魯理那些不同 魯理的黑一點 濃一點 這種有些好像是 辣辣的 差了一種香料味 好了 我不跟它比較了 今次隨便說 你說這碗是十一個多 好嗎 可以 生了些牛肉 少了些 試給你看 牛肉都是很軟的 有咬口 因為有些牛筋 有些筋 有些牛的脂肪 都很香 好吃的 這個好吃的 有些筋 有些筋 好吃的 但麵 沒什麼彈性 沒什麼咬口 單 單 我都叫出來 我先試 國小籠包 他說只有一隻 OK 看見這個 小籠包是六個半 五隻 真的小小隻 對 很小隻 很小隻 好 看看湯料 能否存在那裡 湯是有的 但就出頭 我經常說 小籠包最容易出的問題 是 因為 皮厚 很大 抽 如果嘗試把 裂攤開少少 擺幾顆 任何東西在面 頭 像火山口 以免致到這個裂 很黏 一黏 一黏 太貼 就變成一塊 這塊 變成一塊粉 皮 都是厚的 沒什麼特別 普通 沒什麼特別 到現在 我依然說是頂太豐 蟹粉 那個 現在不知多錢 但吃下去是有驚喜的 大家不要跟我爭 這個是上海 那個 那個是台灣 我沒有五味 那麼多 小籠包就是小籠包 你吃下去 好不好吃才是最重要 那些要做Fat Check 一大堆資料 看TVB 雖然我還沒吃完 都排了一張單 店買地址 即是太過樓上 小籠包 六個半 牛肉麵 11個半 總數小碎 沒有小費 其實我真的很討厭 因為它沒有小費 我很討厭那些 預先放了小費 那些 那些大部分 放了小費 預先放了15% 都是很客氣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刻意說 它現在的小費是怎樣擺 如果還是自由 即是給你 沒錯 它寫了15% 算了幾多元 你可以不給 你可以不給那個數字 但大家就是找來吵 找交易 但好像這些是自由發揮的 那仍然可以保持著 一個自由的思維 給那個食客 我喜歡給多少 大概我會跟回規矩 是吧 但你刻意記住 百分比 要我給那個數 我便給得到 有時會心不甘情不願 有時招呼真的很差 我先說這裏 招呼沒甚麼特別 因為它又不太理你 你罵它說話 它都不想說 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父母 好